主席行政院会先把明年的施政计划 就是行政院的对明年的愿景 他想要做什么重大的支出建设 他会先把它列出来 给各个单位去参考 可是他要做这个施政方针 拟定这个施政方针之前 他也要收集很多资料 行政院也要收集很多资料 那收集主要是要看看去年 去过去的一年到底 台湾的经济情况 大家过得好不好 经济情况好不好 这些收集来的参考资料 要给行政院说他才能够定出 明年的施政方针 这一点这个其实也是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行政院的施政方针 各个单位要给我给他什么东西 主席总出预案给我给他 经济情况 关系统计分析资料 国民幸福指数变动趋势 全国总资源供需趋势等等 各个单位 经济会 现在叫做大会 省计部 财政部 都要提供给他 过去的一年的 统计数据 给行政院 这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这个 国民幸福指数 什么叫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 其实不是台湾自己做的 这个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那 里面用一道 他是把所谓的 我们一个人的感受 到底你幸福不幸福 你要问说你幸福吗 每个人都给你讲 我觉得我很幸福 有人讲 我觉得我不幸福 但是到底怎么样把它量化 因为对各国家来讲 你不能凭投票 有过半数 做幸福 那我就幸福了 不是那么单纯 国际上有一套指标 那这套指标里面 我讲一讲细节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 基本卫生设备的比率 这个是跟幸福有关系 住宅屋内冲水马桶 是人口百分比 家里面如果有冲水马桶 就表示你的居住环境是不错的 是比较幸福的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虽然从这个指标 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地球上可能有很多国家 或者地区 可能连这个基本的东西都没 在台湾还算不错了 至少这一条应该是 九十岁连九都可以做得到才对 这个还是那些指标 这个指标我觉得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一下 还是都会有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 这个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刚讲我们可以用问 问卷的方式说按理幸福啊 有人可能不答幸福 有人可能答不幸福 有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是主观的 可是当你要拿来做施政的参考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客观的量化数据 刚才那个是一堆指标 那些指标做完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拿来跟世界各国来做比较 就说我们台湾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幸福的程度 在国际间是怎么样子 这个表他把我们台湾给他放 其实还不错 在OECD的国家里面 在排名第十九 OECD是什么国家 OECD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它是个国际间都是已开发的国家 那他我们在这个 这一些国家里面 如果我们把我们放进去 还有那个韩国 你现在在韩国吧 你现在在韩国吧 你现在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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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下面 通通把他摆进去 我们来排第十九 算不错了 至少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以国际间的比较 台湾还可以 还算不错 还没到第十九 这个表 让我们的那个 主地总数里面的网站都会查到 因为这是法律会议定说 主地总数一定要提供给行政院网 这个是主意 好 那 市政方山行政院在什么时候 要开发定完 三月底 每一年的三月底 就要把下年度的市政方针给定出来 定完了之后呢 行政院 会去定一个预算编制办法 针对明年编的预算 行政院会去另外编一个 定一个预算编制办法 给各个单位去做参考 然后 各个主管机关都要按照行政院的市政方针 还有这个预算的编制办法 就会去编所谓的盖算 就是大概算一下 各个单位都要去大概算一下 算完之后都汇准到行政院去 那行政院把它汇准完就变成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那这个总预算就是说 行政院会的完了之后 在 在什么时候 在这边 八月底 他要送立法院的审议 现在是七月 就是下个月底 明年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就要提到立法院去做审议 这个是规定的一个实程 那这个是一个流程表 刚刚大致上讲过了 这个是各个机关他要送资料 各式各样的资料 给行政院 要来订市政方针用的 那订了市政方针 行政院他还会去理一个 预算编制的办法 要把它订清楚 给底下的各个单位去 做这一群 那各个单位就去跟他的概算 然后 会整到行政院 变成一个什么预算案 然后送立法院 把立法院去生意 什么时候会审完 那等一下会有 预算的限制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资本门 经常门跟资本门是有关系的 支系的用途 经常系的支出 就是短期的对短期的 长期的对长期的 简单讲就是要这个样子 所以他规定说 你借来的钱 因为借来的钱 刚才有提到的都是资本门 你只要发工债取起来的 都是因为你的财政策制 财政策制需要去做调度 什么叫做调度 调度就是借钱的意思 那借钱的方式就是发工债 那你发工债来的钱 只能支印在资本门用 不可以从经常支出 不可以去拿来当经常支出来用 那反过来 你经常收支入有剩余 他可以移送资本支出的材料 这个地方有重点 剩余 如果没有剩余就不行 不管经常有没有剩余 就拿去做长期使用 这个是太多的 就是说要以长支长 不可以以短支长 我们一般公司的财务 也都是这样可以做的 那会有一个东西 得问题 不要懂 你的问题 然后底下的规定是说 基本上 你如果没有 没有 没有法律的 没有编在预算里面 那你 通通不能用这个意思来 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编在预算 只要预算没有编到 原则上 你大概都不能去花这个钱 什么都是要依法来行事就对了 我这边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最后这边有讲到 短期国务收支 而发行国务券 依国务法 都淡 这个是这样子 我有提到 刚才我有提到说 我们税收收入这一面 跟支出这一面的时间 不是一对一很match 我们主要的税收 比如说交组的税 一年一次或两次 可是每个月 付这个公务人员薪水 那有时候 有时候 也是会有 诶 如果查 就是说刚好 有一个月 两个月 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 那个国库 应该是国库署 财政部 他就可以去发 国库券 来做临时的调布一下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这个是可行的 其他的情况是 做临时 那当然 刚才提到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也有他类似这样子的 做法 不过那是 另外的事 而原则上 预算的限制很简单 就是法律 预算没定 没编的 法律没未定的 通通不可划 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 总预算和组成 这个地方 我今天已经有重复讲过几次 总预算 单位预算 副取单位预算 我再举一个例子 用我们一般公司 所谓的 控股公司来做比 控股公司底下有很多子公司 那子公司底下有很多孙公司 大概就是几层 那 控股公司会有自己的预算 就相当于总预算 底下 各个子公司的预算 就相当于 单位预算 那 孙公司呢 孙公司就是 单位预算的分预算 那这个附属单位预算呢 其实是跟单位预算是平行的 只是他是兄弟 我不是子孙 我不是子孔 我不是子孔 他是他的 可能是堂兄弟之类的 这种概念 应用这样比较容易想 不然这个名字 其实不太容易理解 那我们在刚刚有看过的 那个固域事业 固域事业编的是叫做 副取单位预算 它是属于各种基金 然后里面 刚才有提到一个 中央银行 或什么 台电 都有 那他都是各种基金里面的 这个 营业基金 那为什么叫营业基金 因为他都是 按照固域事法设计的 都是可以 都是公共预先公司 然后都可以赚很多钱 这种单位 叫做副取单位 预算 然后他的作战方式 都是用各种基金 营业基金 那单位预算 用的是叫做 普通基金 他的作战的方式 叫做普通基金 所以 这边再把刚刚 基金跟预算中间的关系 再复习一下 大概就是 这个样子 那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总预算 其实是 单位预算把它加整 各个单位的单位预算 结果已经很接近总预算 其实还不是 还有一段小差距 那个差距就是 有一部分的 附属单位预算 会编到总预算里面 附属单位预算的一部分 编到总预算是哪一部分 刚才讲 电影电章表 中央银行 国营事业电章表 刚才讲 中油台电加起来 它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 就相当于一个 中央政府的 那么大 它如果 把它编到 所谓的总预算去 那不是总预算 会膨胀很多倍吧 所以不是 你刚看到那个表 它并没有全部 编到 这个 这个 总预算 它是 它是 附属单位预算里面的 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 角固的部分 工营事业 角固的部分 才要编到 总预算里面 所以并不是 把刚看到的 一堆 公益事业 那是不是那么大 的公益事业 通通编到 总预算 不是 就是它角固的部分 才要编到 总预算去 这就是所谓的 一部分 只一部分 一步不小不退 是这个意思 预算案 送到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可不可以 所以你说 对我们一些支出 我觉得 实际上变太少 应该变多一点 数字要提高 不得 不得 增加支出 就是 这一条 不好意思 这一条是 宪法规定 奇怪 宪法定造 这是宪法 宪法规定的这一条 好 好 那这个曾经出现过 蛮大的正义 好 正义的例子是这样 若干年前 有立法委员提议想要 增加发 募员的美中奖金 比如说要加发一个半月 类似这样的案子上 好 那可是因为 因为宪法 这条 不得为增加支出 是提议 所以那时候 立法委员的做法 怎么做呢 他不是说 我要在审计算的时候 叫你把这个数字变大 不是 因为他说 因为他也知道 立法委员也知道说 不可以 因为宪法说不可以 好 那他的提议是什么 他说 请行政院你回去 把他追加一下 改一下 不是我立法院 不是 是行政院你回去吧 他只是绕在那里 那结论 这个东西很多 没有过 为什么没有过 是 还透过了叫做 大法官的解释 大法官的解释 还连发了两个解释 解释 那个立 说 不行 立法委 即使是这样 转关也转不过去 不行就是不行 然后我来说 他的道理是什么 政府要做事情一定要钱 然后他有权责的问题 我刚讲 我要定 行政院要定我的施政计划 那谁要对这个施政计划 不出定的施政划 不管 施政的好跟坏 有所行政院要主 行政部门都要主 这个很清楚 如果 你立法院 立法委员 可以去 增加预算 没有问题 这个算是 三算是天津利益 对立法院来做 但是 你增加的时候 等于说 你更动了 原来行政部门 递的施政计划 你把 立法院把它 动了之后 那好啦 你将来这个 施政好或不好 谁来负责 就变成 好像全责 都不太清楚了 然后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因为 立法委员是 民选 所以他可能会 针对他的选区 特别 我们需要 多一点的经费 可以的话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出来 非常浪费 这个是 之所以 不可以这样子做的 最主要的理由在这里 那可是 主张做可以的人 是什么 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说 我立法委员 是代表民意 直接的民意 我的民意告诉我 你这个是 你这个 计划做的不够 不够 不够好 那所以 我应该有这个 我代表人民 我应该有这个 权利 来对这个支出 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增加 做一些增加 这个地方应该多花一点 这个是 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不过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维持的 不得增加支出 是几亿 还是不可以的 那 除非 除非 有 别的方式 说有别的方式 你真的是立法 真的是立一条法 来说 我要做什么支出 可是这个就跟这个预算 那就没关系了 独立事件 跟这个就在预算 之外 现在是说 你这个预算 在神的过程里面 可以针对里面的 里面的人 这个事情 来做增加 重点在这里 那你如果是要另外 再去立法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好 这个 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是说 刚刚我们讲了 有股中基金 跟股基金 那他神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什么重点 好 立法院应该什么时候 要预决完毕 会计年度开始 一个月前 也就是 会计年度我刚刚讲过 是 开始是什么时候 还是一月一样就开始了 那 一个月前 那就是 就是十一月底 十二月后就是一个月底 所以在今年的十一月底 立法院就要预决 然后并于快计年度开始 十五日前 也就是 今年的十二月十六号 十五号十六号 总统还要预决 他的时程大概是 这个样子 那这边讲的是说 如果 立法院没有抓到那个时间 省了 那这边 就要预决 看这边 立法院如果没有省了 这个 可不可以看到 会啊 如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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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法院现在看到 那个 主席来 因为如果被占入了 你知道霸省或是什么 就有可能 嗯 预算如果来不及什么 那该怎么办 法律有没有 他的原则是这样 这个是很多 但是他还有基本原则 你 只要是 收入的部分 就以去年实际收入多少 就当个基础 就拿 对 先暂时先走 支出呢 你只要是 新增加的 不好意思 全部不准 先不可以 新增加的 全部都不可以用 旧的 可以继续走 原则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 如果 立法院的 审议的时程 来不及 没有 来不及说 在年度开始审完 那么 我们法律上的 规定是说 你可以先按照去年的 实际的情况 暂时 先运作 但是 新增加的支出 原则是出不准 细心资本支出及新增计划 一定要程序 要完成再开 原则是这样 新增加的 原则是这样 原来 旧的 新增加的以外 可以用上年度的执行数 先走 那 立法院决议完的预算案 决议了 如果行政院觉得说 我刚刚讲到 行政院虽然不能加支出 但是可以解 如果解过头的 解过头的 行政院觉得说 你这样我就不能做事了 你砍太多了 不然 那他立法院 他就要送给他十五日内做决议 如果 付议案 预期或议决者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他送回 立法院 他复议 他不理你 超过十五日 超过这个实现 应该要 七日内要去集会 十五日内要去集会 十五日内要去集会 如果没有这样子 那 如果是这样子 那原决议失效 就是说 不好意思 立法院 人家叫你复议 你不复议 那你原来叫他砍掉了 那你不算 你 复议案预期 又预决 就是你立法院 并没有按照 规定的时间去预决 然后他也决定就失效 这样 这是法律的规定 是这样子 这个是决算 比如 人们会解说 这个 就是 决算要提到 这个 这个是 预算的流入 大致上是这样子 预算的客户 虽然很多 预算的项目有 非常多 但是 基本的原则 你 大科目中间 大计划中间 你不可以 钱 托来无趣 不行的 比如说 你要去买飞大银 拨绑的 你把它拿去 填那个社会的健保 你钱不够了 那个 飞蛋撒买几个 潜艇撒买 几个潜艇 然后去 那个 做健保 不行的 这种是所谓正式的 就是打人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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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计划 那种计划 那种不可以买 但是 但是 以同一个计划向下 比如说 我 我 我那个 政府机关里面 本来有向他去买 乳居用品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是要去买什么 什么 交通 交通被支出的 从这大案子 一个计划里面 有乳居用品 有交通被支出 这两个是怎么去买 他 这边讲的主要的意思是 是这样子 但是你不管怎么买 都不可以 买来 用人经费 你不管怎么买 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弹性在 可以买来允据 但是都可以买来 用来 用来 用人经费 也不行 那这一条 科技关中央工程的 投资计划 超过四年 没有通用预算 那就预算 就重来 好 四年 上早提过 第一培训跟第二培训 他的目的是在 不死之虚 总是可能会有 突然发现 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以后 钱不够用 钱不够用 处理的方式 预备计是一个 这是第二 对加预算 那 对加预算 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提出 对加预算 以法律 依法律 增加业务 依法律 增测心机关 依有关法律 预复 什么 原则上 追加预算 追加预算 都是 依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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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情 然后 才可以追加 它是属于原预算规模的扩大 并没有 并不是预算项目在增加 没有 它只是原来的数字 增加 所以 刚才有提到 法律法院不可以 不得而为 支出的 预算支出的增加 但是 行政院是可以做 追加预算 你可以 用个什么法 依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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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个什么法 让行政院去追加预算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 因为这个主导权 还是在行政院 要不要追加 是在行政院 又不是在 律法院 可是追加预算的重点 是说 它都是要按照 因为法律 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现在发现 缺不够 这是错误 你可以做 第三个方式 刚刚讲 因应不实之需 我还是筹钱 管道一 预备金 预备金有第一 预备金就是预备金 管道二 追加预算 管道三 特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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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则就是说 都是这种 紧急事件 重大的灾变 重大的事故 这个才有特别预算 这个跟追加预算不太一样 追加预算 都是 我因为法律上 要我 规定我要去做什么案子 可是发现钱不够 依法会办理 这个 特别预算 就是说 完全没办法预料到的天灾地变 这边举个例子像 震灾 地震 台风 这种 Sauce 这种 消费券 消费券也算是天灾地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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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特别预算 预算 做收入支出 还有 收支不平的时候 不够的时候 把这个调度 以及 好 因应不实秩序 不够的时候 还怎么 除了那个 本来你编的时候就不知道 不够的这个之外 还有 临时 才发现 不够了 那怎么办 因应不实秩序 不够的三个管道 预备金 然后 预备金 其实他有特别想叫预备金是最容易支援 因为他只要主管就要合成就好 没有什么法 除非要透过五千万 所以 因应不实秩序 预备金是最好 那 以实际的实务上来讲 很多的行政首长 县长 市长 他们都把他当成小器库来用 基本上那个很容易 很容易就回去支援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追加预算 那都是跟法律要定 有关系 特别预算 其实这个都是 就跟各位讲 虽然可以很紧张的地方 但是这个 就真的是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发生了什么状态的事情 不可能说 我随便去假造一个什么事情 所以我要去做了特别预算 不太可能 一定要发生事情才办 特别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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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费是在他的一般的预算里面 跟这个没有关系 不要说有特别费 好像 不一样 他一样是费预算 他特别费 有一个单位预算 里面就会有编 那 刚才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 刚才有提到的 叫做 附属单位预算 或者说这个国营事业 都是一共司法定 除了这个标语之外 那些编那个 附属单位预算 那些国营事业 他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变成 就是说 他们 他们都有自己的官方 官邻可以去行人 大概是这样子 不对 我还想跟你讲 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应该不是叫 附属单位预算 应该是说 单位预算 中央机关 总预算里面 刚才有提到 总预算大概是从 单位预算 要把架容起来 编属预算 我现在的普通话是说 那 什么机关 这比较很多 多如牛 这个机关 什么样的机关 要编单位预算 这我一直没有 没有 好像都没有提到 什么机关 要编单位预算 那种机关 就是那种 其实我刚才说的 你这个机关 是个独立行物的 官方的 你有 可以盖官房 然后去 发文文的 这种的 就要编 可以 当预算 对 这种机关 是不是要不能当预算 好 这个预算的流程 大概总的一定 我们 从开头知道说 我们的政府 那个 财政支持 可以全壮 那 财政支持 什么名 不是借钱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借了多少钱 这个债务到底 累积下来 还没有完 这个债 到底是多 还是少 他的衡量方式 一样都来占GDP 一种叫做占三年前GDP 平均数 一个是占安眠度的GDP 四成 四成三 四成四 九一六 这个有法律规定 就是说 你政府的局战 额度还剩多少 这个都是有法律规定 大家会看到 现在只是帮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 那个 中央政 各级政府 已经 大概在 大概是四十起了 不管你是 你占 你占 几十三年 几十年 几十年 那当年 我们是四十 其实有的概念说 领状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往下看 都知道说这样 多还是少 先跟 我去比一下 我们最怕就是 看到一个数字 新闻记者 比如说 把这个原创 听起来 那 我们 做一做的人 都会喜欢 比较一下 每一样的基础 大概等其他 怎么回答 我们先看过去 你可揭 从特曉双看起来 其實 十五 Esteη利 com 我们 说 就在占基督區的比重來講 那台灣其實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還好沒有說那麼樣的嚴重 這樣 那可是一個不正的時機就是說 我們的財政失智一年比一年大 雖然那個占 感覺起來跟外國比起來 好像不是那麼的嚴重 可是我們自己比 如果我們自己比的話 自己跟自己過去比其實是越來越不同 就跟我們那個財政失智一樣 這個我們在歷史新聞裡都會看得到 我們現在一個人平均每一個人背的債 現在是24萬 平均每一個人負擔了政府的債務 中央政府的未常來的債務的24萬 24萬也都是會 其實如果把它放平的名言來看的話 都是你們的債務的 這個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負擔的債務的債務會常來的運動 只要跟國際比起來 都感覺上都還不是比年重的還要 所以不管是新聞報道來 或者是寫那種文章 你可以取不同的文章 你如果覺得你對現政府的不滿 你就拿那個數字去跟自己比 一定是來比重來比重來比重 你如果覺得要稍微替政府講一點的話 你就跟國際比 你就會知道 我就感覺起來是無人的運動 所以這個只是說 當你在看這個論點 就是說新聞上在講一些很東西的時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是怎麼得到那個結論的 那也許你從不同的角度 他就會無成答 我會看新聞 我就經常 因為他沒辦法 他那個訪問 就是說他這件事情 他只要去訪問兩個人 做贊成同 訪問不贊成 兩個人訪問了兩個人說贊成 好一面倒贊成是他的結論 訪問兩個人不能一面倒 他可能當時他有一個 不同的原來要檢調 所以不知道 我們看到電視新聞 他在做這種評論的味道 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稍微想一下 他講得到有一個道理 好 政府剛剛講的 這個在位的負擔就有規定了 剛剛我們在那個表上面 大概是四十四十二五六 政府的你去借錢 就只能調節資本支出 也就是說只能用在資本 這等於說用長期資金 來致應長期的用途 你不可以因為 今年公務員的 年動員已經發不出來了 所以我去發財債 這樣是不行的 然後債務的那個縣市 各級政府把它加一加 一年以上公共債務 財產館餘餘兒合計 不得超過前三年度 民務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數百分之五十 前三年度 GDP 平均數的百分之五十 剛才我們看到是 大概大概四十二點多 四十二十三 所以其實是 還有一點空間 那之所以工作這種規定 其實都是為了讓你 國家稍微保守一點 所謂保守就是說 畢竟你去借錢 我們要還 那你萬一哪一天 我還不出來怎麼辦 所以它法律上 會限制政府說 你不可以借太多 其實用意在這裡 尤其這種公務財務 那個比較傳統保守的 那種思想是說 你一個國家 你如果不消滅公債 那公債就會消滅公債 我以前多年 大概三十幾年以上 在念書的時候 你們念的那個 那種飢館的那個財務 理論中這樣告訴我們 政府的財政 就是我們 再盡量不要放 比較保守一點的那種觀念 那這不對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一下 各國基地 我們其實都沒那麼高啊 那所以到底 哪裏在什麼地方 這個可是我們沒有什麼固定的定位 在這個50% 其實並不是每個體政府都一樣 個體政府還是分的 中安政府是40.6 那實際上是7.6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並不是中安政府會在軟度的時候 是個體政府大家貪 反正軟度大家貪的用 中安政府是反正40.6 那是說我們目前的狀態 更加起來 現在加起來 按照這條來講的話 大概我們一個負擔比狀態的 四十二點多 四十二點多 剛才看到的 四十二點多 剛才看到的 那預算支出 預算支出 不得超過50% 至25% 也就是說縣市 縣市政府是50% 那鄉政是20% 最下一個政府的特別的規定 另外有一條 我政府再說明一下 另外有一條 剛才講的都是指 未償還的餘餘 就是說 歷年來借的錢還沒有還的 有多少 那個比重 另外還有一條 我今年新借的賬 今年新借 每年入籍借額度 今年我新借的 股蛋 不能超過總預算 你特別預算 最初總得 百分之十五 等於說 有兩童限制 一個是說 我以前從原古以來 一直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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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沒有還的 這個有限時 另外一個是說 那我如果想辦法 要舉新借去還舊借 那它也有一點限制 你不能借新的在 永遠在那邊 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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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那種收分之 大致上 觀念上 告白貫物 我們現在來講 租稅的負擔 這個也是 經常被提到 萬萬稅 台灣萬萬稅 那可是我們沒辦法 我們的主要的稅務來源 這種主要的稅務來源 就是租稅 我們現在的稅務其實還真的蠻多的 稅務高官錢 但是還是蠻多的 主要是你們兩搭的 一個 中央稅 國稅 跟地方稅 中央稅跟地方稅 中央稅 是中央政府收 也就是國稅局在收的 叫做國稅 這個是各地的經濟機關在收的 就是地方稅 可是有時候會委託 就是說中央政府會委託地方 國稅局也會委託地方 把它收 但是基本上是分 國稅 分地方稅 國稅是中央政府拿去的 地方稅是各地方政府 可以自己收去的 其實各地方政府 你也可以自己去加某些稅 可是因為地方政府通常不會分稅 因為各的選民有關係 我們的稅負擔中不用 各國稅收入占GDD的比例 就是各國稅 大概在十二點多 這個到底 一樣 我們都一個是跟十一比 一個是跟國際來比 你跟國際一比 其實以下期外 不來OK 不是太嚴重 那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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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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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的那個財政 那個 你的預算用程差不多一樣 你的 工貸的負擔大力 還不錯 工作制作的還不錯 好像都是 差不多就是 你跟自己比 差不多是 你越來越嚴重 但是我估計 哇 可以 可以感平 這邊有 對那個 各個稅務 做了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我只想提出 一個觀念 比較重量的觀念 因為那個太細了 其實也不必去 知道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觀念 你只要看到 這個稅率有 急距的 像這個 九二歲五十二十三十四 四十四 分急距的 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手勒稅有一個 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說 調整我們的那個 屏幕差距 屏幕差距大 就不到哪個問題 我們也經常聽到 新聞上在罵 它不會來越大 那 租稅就是有這個功能 它可以去調節 把那個 有錢人的多收一點 然後 比較沒有錢的 就少收一點 做這樣 然後它 這個就在透過 一些 補助 救助 的方式 把這個錢 把它也轉收到 因為只要是看到 這種方式的 大概就是 它的意義都會坐在這裡 另外 還有一個觀念 我們講 雖然是一部玩家 好像說 台灣是萬萬歲 但是 萬萬歲 絕對要比一個稅 要好很多 這是它復必要在我們收集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就講 我們的政府的支出 政府從昨來是稅 七十五 那你 你除非讓他政府不做事 這個是個抉擇 你可以讓他不做事 政府就不用扣稅 那不是大家都 都很快 沒有政府是不是很快 難講 你出門馬路快了 晚上 那你當什麼都沒有 跟警察什麼都沒有 失火 沒有效果 那怎麼辦 所以 不是說稅 讓他變得越低就越好 不是的 而是要 從政府做事 要抽到很多的程度 就是說讓你 不要 覺得負擔太重 而以前的 經常聽到的就是 拔耳耳末的這個說法 你要 從最後要拔耳耳末 你要一根一根的拔到 不要讓耳末 叫得很大聲 那這樣就是好的稅 好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的稅 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 一個稅 你如果一個稅 可能不是大二嗎 可能是 砍一隻手 砍一條腿 那 誰送得來 所以 如果你有注意 我們的稅是分布在 這個 你從收入來 收進來 支出去 各個階段 我薪水跑不掉 那我手的稅 然後我去這個買東西 每一個夜稅 台湾之五 隱含在裡面 然後一堆的那個 我們買的什麼 汽車啦 門用車 那都有貨物稅 現在還有 跟我貨物稅 跟生殖水 那個就是說 你收入送進來 課 划出去 課 然後 要送錢 正宇 正宇還要再課 變成遺產 還要再課 你身上 不要 為什麼大家 會在這麼多 腹多斷 他是故意讓你 慢慢拔 他的腹 不要讓你拔得太痛 他的目的在這 所以 不是說 慢慢睡就是不好 不好的地方 甚至說 你收入睡沒有耗 有去浪費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不好 好 這個都是稅的 所以這個都是稅的 水收入 這個的時候 水收入 四個 水貸 不是挺重的 這個 不是挺重的 利率的高分率 然後物價的水準的高分率 中安銀行有很大的責任 他要維持整個經濟金融面的穩定 是靠貨民政策 那這個是中安銀行來的決定 產政政策是行政院來做的 像消費稅這種 花錢的 花錢的都是行政院在做的 這種不用花錢 你坐在辦公室吹冷氣 說我明天要把利率還放半碼 降低半碼 這是中安銀行來做的事情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檢要的 我盡可能用很金錢的方式 來把財政的觀念 中資的概念 以及簡單的基金指標 做一個輸入 那我希望 聽完了這個課之後 你將來再看到一些新聞你有辦法 稍微做一點自我的判斷 想到說 我一整個上面問他 他有講到什麼 可以拿來做一個分析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沒有忘記 今天大家花這個時間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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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